哈囉大家好我是PanFan 好久不見大家的各位 來吧我們今天再來給他看一下我們的 混沌套裝 混沌套裝喔 對啊他比較混亂套裝 如果他今天叫混沌套裝的話 然後每一個名稱都不一樣的話 感覺很像有那麼一點點的理由了啦 欸至少他就是混沌嘛 連名字都給你混沌 好啦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昨天上面有觀眾丟出來了 全部神一跟神三的玩法 欸神一跟神三的狀態了啦 因為我在這邊呢 除非你今天是紅裝的狀態下 不然的話你是看不到他的神助效果的 這點也是蠻過分的 以這個遊戲而言 反正就是你一定要想辦法有那個資源才可以 但是呢也畢竟都已經是這個2023年了啦對不對 相信這種資訊只要第一天過後之後呢 就會在網路上出現非常非常多了 那我們這邊呢也看到了 那我們就直接來感謝這位玩家提供的資料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吧 首先呢是我們的混沌 欸混沌衣 王者之甲他的能力是 角色死亡時呢不會立即失效 可以進入幽靈狀態10秒鐘然後無法 雖然說不能恢復生命 但是他本身就是無敵的 然後此時間擊殺Boss的話就會算最終勝利 然後呢紅裝的話是可以擊殺怪物延長持續時間 那時候有說就是如果我今天用這一套的話 我是不是就可以無限的維持這20秒 然後呢如果今天是到神一的話 他這邊有說幽靈狀態的攻擊會提高50% 應該是提高到50% 所以從原本的30再多20%的傷害 然後呢再來神3的話上限狀態增加10秒鐘 簡單來說變成30秒 我們的扣打會更多 只不過不知道他的增加打一隻怪物是加多少時間 如果按照之前的那個這個這個破壞者的妖術的話 我記得那光5秒鐘的時間我們都可以慢慢的玩 而且要靠撞他才能夠累積時間 而這裡呢只要我們在這個時候擊殺怪物就可以了 所以不管怎麼樣我覺得應該都是可以常駐的 沒有錯那會需要這個夾嗎 我覺得應該不太需要吧 可能這些東西都不錯 只不過呢就是取決於現在的關卡根本用不到這些裝備 對我們只要無腦大力就可以給他黏過去了 像這種裝備的話感覺就是我今天已經到極限的情況下 我只能殺死怪物但是我一定會被怪物殺死的情況下呢 那我就拿王者指甲出來或許就會很香 好那再來呢是分裂之石 之前有說會製造分身然後分身會緩速 然後最多用一個分身 然後子狀的話是分身加1 所以有這個東西本身就會有兩個分身 然後再來呢是分身在減速的時候呢 還會吸取生命並持續的為角色恢復 就是吸血啦不用講那麼多 那這邊是想的神醫的話 每產生一次分身獲得1.5%的減免等一下 而且最高可以30% 這個東西就代表說我只要被打到20次 我的防禦會提高活生生的30% 如果以走防禦而言的話 我先用這個 然後再加上沃爾末 然後再加上那個基本的那個甲 那應該是真的完全不會扣錢 因為他說是傷害減免嘛對不對 就算他是疊加 除非連傷害減免都有上限 就是像冷卻時間很像是上限70%左右一樣 不然的話如果他這個無上限的話 其實防禦在這個遊戲裡面也是一個奇妙的解 然後這邊還有說 每產生一次分身 將減少1...如果是神3的話 減少1.5%的技能冷卻時間 最高30% 如果是這個的話是我們的傷害嘛 然後還有我們的其他的能力 然後如果是破壞者灰激的話呢 純粹就是傷害而已 所以其實硬要講的話 這個東西以神3而言還不錯耶 對吧 單純講的話還不錯 但是如果要論實用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是這個比較好 因為他所有戰鬥中的被動效果都會提高20% 在神3的時候 我覺得會傷很多 而且他的傷害呢也會更高 那時候就是我也不是在那裡打傷害的 就是我要為了讓自己活下去 因為我們的傷害其實正常來講都已經過高了 只不過那也是取決於現在的關卡 除非未來關卡有更多更特別的設定啦 不然的話呢 用不到 對用不到 如果用得到的話絕對傷 因為所有素質平均 絕對會比單一的攻擊力高 會來得更流暢一些些 但是現在不需要 好那再來是我們的扭曲腰帶 這個腰帶應該算是這個裝備最香的 最香的 主要是我們可以在80到50 150之間的隨機浮動 然後紅裝之後呢 會下限提高到90 上限提高到160 那神1的話呢 波動下限降低10% 波動的上限提高20% 等一下 這個感覺有點奇怪 如果波動的下限降低10%的話 我們原本是80% 因為紅裝變90% 然後因為這個東西降低了 是不是又變成說我們又回到80% 然後波動上限呢 提高20% 就是我們從160%變成180% 反正它的range變大 雖然說 我們的下限還是最低80% 但是我們的上限 有機會打到連180% 那傷害這個是腰帶太強了吧 而且還沒有耶 到神3的話 我們的波動下限是80% 波動上限是200% 那絕對 那根本不用想啊 如果以單純傷害而言的話 這兩個傷害完全沒得比啊 就算是之前那個 非S級的腰帶增加20%傷害而已 跟這個比起來 實在是差的有一點多 真的是差太多 這個應該就是拿來當 增加傷害的腰帶 只不過它有波動下限降低10% 這點有一點難 蠻難懂的啦 它真的是下降80%嗎 還是說它是提高到100%呢 如果它提高到100%的話 神3的話就是100到200%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會有一點兇慘了 很標準的完美的武器 因為它沒有任何的缺陷了嘛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它字面上說的 就是我們的下限會變成80% 然後上限是200% 那這樣的話應該還是蠻兇慘的 好啦 這個東西應該是必備的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混沌手套 混沌手套的話 當你擊殺敵人會隨機復活 或是直接殺死另一個敵人 然後呢 復活的怪物不會影響掉肉結 那時候就是 有機會去觸發 秒死掉另外一個 然後終極懲罰 終極懲罰 你復活的敵人再次被殺死 必定觸發死亡懲罰 所以 我覺得它應該是 我們 反正你殺人 絕對會更快的方式去殺掉 可是不知道會不會影響掉肉 對啊如果他說死亡的時候 那個掉落是不會掉落 那就很尷尬 然後赦免的話 復活的敵人在1秒內 如果沒有殺死 會被流放 直接退出戰鬥 直接吸血 可是我覺得這一點比較難釋出 對按照我們之前在玩的情況下 除非刻意去為這個混沌手套去做 做球啊 不然的話1秒鐘之內殺不死他應該是滿難的 除非他生存的位置 復活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不然的話應該是直接秒殺 那如果今天是神1的話呢 流放的怪物 回血生命翻倍 可是不管怎麼樣還是比不上永恆啊 永恆我只要暴擊就可以有那個吸血的效果 就算今天大家暴擊不高好了 如果有再晚了 我相信應該暴擊都有一定的基礎 那個回血量也已經夠了 然後神3的話呢 觸發復活審判 他有說耶 復活審判 所以復活審判有兩種 一種是死亡審判 一種是復活審判 所以他說 你復活的敵人再次被殺死 絕對會觸發死亡審判 絕對我今天復活的一個敵人 他把他殺掉之後 又會再額外殺死一個敵人 好了這樣還算不錯 然後他的神3是 觸發復活審判有50%的機率 直接流放一隻怪物 那就其實跟死亡審判是一樣的 只不過他是變成流放的話 就觸發流放的效果 流放的效果的話就是會回復少量的生命 而且他還不會掉落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沒有那麼的香 同樣都是回血啦 那還是這個比較香 尤其現在大家都是用金嘛對不對 金的話那個暴率太扯了 根本不用管 所以應該沒得比 沒得比 好了再來是唯一會上debuff的東西 他是我們移動速度加2 每15秒會切換腰管反方向 然後正向狀態解除時 回復效果加50% 反向狀態時減傷50% 這個真的是有點詭異的 他的效果算是很誇張 但是他的buff也很扯 然後絕地反擊的話你的操作將直接無視反向 所以他要紅裝才能用 因為你要反向玩遊戲的話 我個人覺得有那麼一點點不舒服啦 但是不會獲得移動速度加成的百分比 這點我也覺得蠻奇怪的 然後他還是有分正向跟反向 他變成反向狀態時候變成免疫死亡 簡單的說就是反向狀態時的傷害減免100% 然後還增加50%的傷害 這個就有點太扯了 對這個單純而言的話 其實如果沒有破壞者劇竹的出現的話 其實這雙鞋子真的是蠻香的蠻香的 然後他神醫的話是 切換到正面狀態時獲得2秒無敵 這樣的話要這個腰帶 這個腰帶的顏面在哪裡 他只有一分鐘才能觸發一次3秒 然後他15秒 30秒可以觸發2秒 所以硬要講的話 他每一分鐘可以觸發4秒 而且還不需要急死狀態 受急前 我覺得要急死狀態的時候才會觸發無敵狀態吧 然後是切換到反向狀態時會觸發範圍爆炸 爆炸可以直接秒殺小怪 我們先當作這個爆炸就是這個混亂之劍的零爆好了 就代表說他就是一個炸彈 然後等於是每15秒會幫你輕板一次 那這個東西香嗎 我自己是覺得還是破壞者劇竹比較泛用 一來攻擊力加得很高還會幫你加血量 這個東西真的太完美了 那掛機的話選這一雙 那如果你想要好玩的話 其實我想不到選這雙的理由 我真的想不到 而且正向狀態的話 除了無敵2秒鐘以外 然後回復效果加50 然後就沒了 然後一定要變成紅裝之後 才會變成反向效果變成傷害加50% 然後那15秒鐘是完全無敵 可是真的要潤的話 我會覺得這一套會比較無敵 如果這個遊戲還沒有像現在大家的傷害那麼 溢出的時候 以這一套的效果而言 說不定這一套其實會比破壞者裝跟永恆裝還要來的香 對只不過就是現在大家攻擊力都溢出 沒有那麼多的怪物可以讓我們打 所以導致這一套沒有那麼的有用 不然的話這一套以保命跟傷害而言 我覺得算是蠻平均的 只不過像這個就是要紅裝才能用 好啦就看未來這個遊戲 到底要怎麼樣去開發它的關卡 不然的話現在都走到第99關 唯一最難的話呢 很像就是在這個部分 很週年大作戰的地方會稍微過分一點點 好啦這個東西我們就之後再來給他感受一下吧 那今天影片就拍到這裡 我是皮尾包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321 掰掰 by bwd6 1